Hello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新潮民节目 今天我们就要说最近菲律宾方面宣传到 他对坐沉在仁爱礁上的马德雷山号成功作出补给 而且还说到经过他们的智慧以及勇气 突破了中国海景重重的拦阻之后才获得这样的成果 在菲律宾的国内也一片欢腾 认为到今次真的是菲律宾海景一次重大的胜利 未来对仁爱礁的控制从此还会逆转过来 其实他们都不知道 这个只不过是中国海景所摆出来的空城计 又或者这么说 这个只不过是菲律宾政府有心为之欺骗他们国民的假象 究竟整件事实情来说是怎样的 稍后我们就会慢慢作出详细报道 而与此同时 最近有一艘我们最新型的护卫舰也都横空出世 格仔我自己等这艘护卫舰也等了十年 说的是我们最新型的054B型护卫舰 但是这艘一出现的时间 引起的不是对这艘的期待的欢呼声 反而这艘的诞生 引来很多军迷朋友们的不满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明明这艘蓝色这么漂亮 造型这么先进 为什么反而 惹来的批评声音 会多个赞美 转头回来 我们也会为这件事作出拆解 再之后我们就说 最近我们香港有一个媒体 参加了一个外访团 而这个外访团 所去到的地方 是不可以自由拍摄和录音 而在出团的行程当中 还不可以直播 带手提电话 电脑等的物体 而且拍摄到的照片 还要经过审查 说到这里 好像山顶那位朋友的口型 是想说朝鲜 那你就错了 这个团所去的地方 是日本 转头回来我们就说 这个邀请了媒体 去福岛 来参观核电厂的访问团 他限制团友的自由程度 比西方世界口中的朝鲜 在节目开始之前 做一点呼吁 在未来的11月19号 至12月1号 就会有我们的新潮民 云南之旅 这次我们就来玩13日 行程内容都由到我格仔亲自设计 是有别于外面的旅行团 想报名和查询行程的朋友 就可以WhatsApp 加852 68287447 来找潘小姐查询行程和报名的安排 再说一次 WhatsApp加852 68287447 找潘小姐查询行程的详情 以及报名的事宜 而另外 我亦都会在 今集的节目尾段 来做一个20多分钟的 这次旅程的 详细介绍 想知道的朋友 亦都可以回到 这条片里面最后的20多分钟 来了解一下 这次 由我亲自设计的这个团里面的详情 了解一下今次的云南之旅 是一次养生之旅 就特别适合 一些年纪比较大的朋友 想知道的 记得看最后的20多分钟的影片 在节目开始之前 请分享 赞好 留言 订阅 新潮民频道 新潮民2.0频道 和我们的Facebook专页 接着来就要说 近日菲律宾宣传到自己 就说他们终于突破了 中国的阻栏 然后 就成功将物资 送到上去 他们在人海昭所 坐沉的军舰上 然后就拿着这个消息 大肆地 向到他们自己 菲律宾国内和国外 作出宣传 而很多外国的媒体 也都引述到 这一篇的报道 但事实又是不是这样 菲律宾河内 有这样的力量 来突破到 中国海警 对他的拦截 真是令人 百思不得其解 究竟那个真相是怎样 其实 所谓菲律宾 向到人海昭 坐沉军舰 补给成功 其实 只是一场炮影 事情根本就不是这样 事实是怎样 就在较早前 菲律宾不断补给失败 或者正确来说 菲律宾在较早前 带着一大群外国记者 为了 要演好受害人这个角色 来不断冲击中国海警的防线 挑战失败 这些这样的新闻 在较早的时分 已经是类似发生 但当菲律宾不断充当这个 所谓受害人的角色的时间 在自己菲律宾的国内 都开始惹来一番 不同程度的争议 尤其是 当上一次菲律宾船 遭受到 中国海警船 形容到为 粗暴的水炮攻击之后 更加令到菲律宾国内 陷入了一片沸腾的热潮 很多菲律宾民众 对此非常不满 甚至乎 是装起一副 要跟中国 硬杠的 姿态走出来 这样 在菲律宾 所谓的 强烈的爱国主义 和民族主义的加持下 就有到我们之前 所看到的新闻 说到菲律宾政府 为了想解决 補级的问题 大家可能都听过 他说到不排除 会使用到无人机 空头 或者是 求助于美军军 帮他护航 等等的这些方法 当然 到最后 他都没有选择到这些方法 其实认识不重要 换言之 现在菲律宾就觉得 他们是需要 来做到有一次 是补给成功的戏 好让到 跟他们自己 国内现在 非常之兴合合的国民 去交代 这个 就是整件事的前撤 因此 就在最近 菲律宾就决定 再一次发起 这个所谓的補级行动 这次菲律宾就派出 四艘的補级舰 来开辅到人外礁 去试图进行補级 当然 那些所谓的 会求助于美军帮他护航 和无人机空头 这些方案 全部 都是为了哄着他的国民 是带有政治目的 实际来说 这些方案当然是 完全不可行 至于为什么 菲律宾方面 相信会比我们更加清楚 为什么他们不可以这样做 因为如果局势玩得太激 他们自己心想都没有好处 因此 派出四艘船 去到为了助寻的 菲律宾军舰马德雷山号 在人外交海域进行補级 就是一个所谓 比较务实的做法 今次的補级行动 四艘船里面 有两艘 是属于菲律宾的海警船 而有两艘 就是 纯粹的補级船 这一场 受到他们菲律宾国内 万众触目的補级行动 是寄予厚望的 在临出发之前 菲律宾的媒体 也聚焦着 这件事情 由出发的那一刻 已经开始受到关注 谁知道 这一队船出发了 大概两天左右 菲律宾 就单方面宣布 今次 所出发的 这个所谓的補级舰队 就正式宣布 对着人外交 坐沉的马德雷山号的補级任务 是顺利完成的 任务取得大成功 而且 参与補级的人员 还非常兴奋 跟马德雷山号 来了很多合照 来证明他们自己今次的行动 是十分成功的 以后就有我们刚才所说的 一些在媒体层面上的 公关工作 菲律宾政府方面 就来描述今次的任务大成功 是怎样取得的 在菲律宾政府的描述里面 他就说到 仿余 好像小说故事一般 菲方政府是这样说的 他就说到 菲律宾方面的船隻 在出发以后 到了仁爱昭附近的海域 就遭受到 中国海警 21551号 和3302号 两艘中国海警船 的层层阻拦 但是面对着这种阻拦 菲律宾方面这次十分强硬 这次菲律宾的船隻 没有作出任何退缩的动作 就令到 双方 中非之间两国的海警船隻 发生了对峙 以后菲律宾政府就说到 他们的海警船隻 在这场对峙里 随着时间的转移 逐渐对中国海警 造成占据上风的态势 并且 追准机会 就来到冲破了 中方海警船隻的层层拦阻 最后 在菲律宾海警 巡逻船的掩护下 就来到顺利 这样 帮 其余两手的菲律宾 菲律宾的船隻 开路 因此得以突破中方海警船隻的缺口 最终菲律宾方面的船隻 是顺利到达 坐沉人外交的 马德雷山号 作出到今次的 补给任务 菲律宾方面还指 这次完成了一次 伟大而且光荣的补给活动 这个不单 意味着 菲律宾海警的实力的强大 而且也意味着 菲律宾在人外交方面的控制上 就来到一洗颓风 已经完全实现到 对中国反超 实现到 对中国海警 力量性的展压 听到这里 菲律宾官方的描述 真的都挺夸张的 在这一番 那么动听 还看上是有些细节 有故事描述性 的这番讲话里面 看似就好像没什么破绽 当然 菲律宾的国民 看不看得懂这些破绽我就不知道 反正 他们自己看得开心就可以了 但是 出到国际层面 或者是 这些消息 听到来我们的耳边的时间 我自己就觉得 这番的报道 实在说得太大了 他们连自己 犯下了一个 非常大的漏洞都不知道 实际上 所谓菲律宾的海警船隻 赢得和中国海警的博弈 等等的这些说法 全部都是 菲律宾政府方面 所编造出来的 连他说到刺层层的那些细节 什么菲律宾的 两艘海警船隻 帮到后面的 補给船隻开路 进行对中方 海警船的长期对峙 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 彭空涅造 根本没有发生过这些画面 因为现在 已经并非是一个 可以暖禁彭空涅造的年代 没错 菲律宾方面 是经常会带着外国媒体 上船拍摄 而且很多时 在出发之前 那些标题以及文章 都一早写好了 然后再出海 拍摄他们想拍摄的东西 再在后面 配合他们的题目 而去达到他们的舆论目的 虽然是这样 他们作的从来都有一手 而在国际媒体上 都有一定的影响力 但是 在这个年代来说 你会找一群外国记者拍摄 难道我们不懂得 利用我们的科技 利用我们在空中拍摄的手段 来将整件事 详细地拍摄 我们都懂的 你的视频就剪头剪尾 我们的视频就一剪过 这次的情况也是一样 其实整件事情 我们也有 录下了 根据到中国海警的官方微博 其实也发出到 当日所谓 对峙成功的影片 其实我们也是有放出来的 而且我们还有 除了影片之外 录音我们也有 当时的情况 其实是这样 当菲律宾的补给船队 接近到差不多仁爱昭附近的海域的时间 就立即被我们中国两艘海警船 对菲律宾的船队形成了夹击姿势 除后 中国海警的2151号 和菲律宾的4409海警船 取得了联系 当大家的通讯频道一接通之后 中国海警先向到菲律宾方面 宣布到 一些离牌必要说的东西 就是宣布到 我们中国对人爱昭 及其附近海域 拥有到无可争议的主权 随后 在这番离牌说话说完之后 就提醒到菲律宾方面 必须要按照中国和菲律宾之前 所达成到的协议 也就是之前我们曾经达成到 中国是可以 允许到菲律宾运送物资 的船只靠近人爱昭 也就是说到 在这对菲律宾船队里面 那些巡逻舰就要停下 只是由普通的補级船 去到经过 但是 在補级之前 就必须要接受到 中国海警 上船的相关调查 当中国海警上船 看了 那些補级船 证实他没有 带有违法的 物资的时间 例如是不允许给你带到 建筑材料 可以维修这一手 坐沉舰的设施 以及其余的 军事物资 家餐 这些东西 当中国海警 上到菲律宾 有关的補级舰 进行到调查 证实没有 证实你只不过是带一些 粮食干粮 或者是饮用水 衣物等等 这些人类生存必需的 物资之后 没有任何违禁品 我们才是给你通过 来进行補级 因为早前中国和菲律宾所达成的协议 是中国本着人道的精神 只是允许菲律宾运送到必需 用来帮船上的船员 赖以生存的物资 其他东西 一律都不允许 包括 他们非方的公母船和执法船 都不能靠近 菲律宾知不知道这些规矩 他当然是完全知道 因为这次也不是第一次发生 如果不是 又怎会有之前 我们所见到的那些画面 就是菲律宾的巡逻船 想靠近马德雷山后 被我们拦腰拦 如果不是又怎会发生 菲律宾在想補级到 马德雷山后的时候 是要派过一些 另外的船员 例如是今次的 这一艘補级船 他有一艘 一看就知道 和军舰有分别的船员 来进行補级 因为 他们都深知道 规矩 游戏规则是怎样玩的 所以 我们 就接下来看到以下的画面 在检查完毕证实没有问题之后 菲律宾的执法船隻 也就是他的巡逻船 本来就在他们自己 菲律宾保级船的右方行驶 然后在得到中国海警相关批准之后 他就从右侧 迅速调转方向 开始向左航行 离开他们 菲律宾的保级船 然后真正要做保级的那一艘民用船 就继续向右方向航行 并且靠近人外交 这些画面 我们全部都拍下了 不到你乱作故事 但可能非方方面就知道他的国民都不会研究得那么清楚 这个时间我们容许到非方的民用補级船 補级到 食物淡水等等的东西的时间 就成功被菲律宾拿来 炒作新闻 说到自己如何突破到中国海警的重重阻拦 其实真相就是 他们整队保级舰队停船接受检查 然后查询过没有问题 才让部份的民用補级船只放行 根本就不存在到所谓的菲律宾船队 赢得对峙的这个说法 那就更不要说到 在菲律宾官方方面大事宣验到所谓的 外交胜利 又说剪压中国海警 重新展现到 他们菲律宾海警对人外交的控制权 由这件事我们就可以看到 菲律宾政府 对这件事上是别有用心的 为什么他们要作出这样的宣传 其实答案很简单 第一 菲律宾政府这一刻 急需要增加自己的威信 由于之前的所有補级事件 菲律宾的船只都是吃亏 但是菲律宾为了演好受害人的这个角色 当然我们在某程度上来说都要承认他都是一个很专业的演员 但是做戏做到这么真 自然就会令到菲律宾里面的国民非常感到不愉快 为了要哄这帮人开心 为了减低他们自己国内的民怨 这次必须要找面 所以才有一次这样的特别安排 这部电影无非是一套大型的公关 以及面子工程行动 我们很难去想象 有人会在南海的问题上 不断满足自己不同的需要 在我们正常的中国人的角度来说 是很难这样想的 但菲律宾方面就不同 所以我们有时 要了解到 他们究竟在想什么 他们想的未必跟我们的一样 南海的问题更加像是菲律宾方面 一个可利用的筹码 就多于 他们自己真是认为 这个地方是属于他们 跟我们是不同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 敌人在想什么 才能够 制定出相关的策略 而第二点 菲律宾之所以要这样做 咬着人爱招不放 来争取所谓的主权 当然是 为了服务美国的战略 在今年的三月份 菲律宾政府就已经 陆陆续续为了美国开放了几个新的基地 加上之前开放的基地 目前来说 美国在菲律宾的基地总数 已经有九个 这九个基地里面既有针对南海方向 亦都有针对着台海 菲律宾政府 自己的法律 在很早之前来说 就已经规定到 不容许 外国军队驻军在菲律宾本土 但是 这些规矩 都被现任的菲律宾小马可斯政府 来试图打破 小马可斯政府是非常希望利用到 美国的军事力量 来帮自己 在南海 和中国竞争倒序 他想利用到美军 来重新在 倒序争夺战里面 夺取一个主动权 其实他这样做 利用到 借着美国的力 去达到这样的战略目的 同一时间 都会引起到 菲律宾内部的非亲美人士 以及一些有息知事的不满 虽然他们菲律宾国内 就有很多的亲美派 但毕竟 都有些非亲美派 和一些务实的有息知事 这群人 肯定是会不满 那怎样撲释到 这群反对者的不满 这条小马可斯 都可以说到 挺懂计算 要去到撲灭 反对引入美军的声音 其实做法很简单 就是要激起一场民怨 当菲律宾政府 不断 在释演受害者 被中国海的压迫 他就透过之前的事件 故意放大 最好就辐射到 去菲律宾国内 全部的民众的耳边 这样 他就可以找出一个很美的理由 来到为 美军让出基地 就放了一个很美的理由 去到合理化整件事 当去菲律宾国内的国民 那些很容易受到煽动 受情绪影响的 都认为到 他们被人欺负到心口 自然就要 请美军过来帮忙 这样 菲律宾政府里面的 非亲美人士 或者那些有色知识 就算怎样不满 小马可斯 都在这个群众压力底下 自然就会成为 弱势的那一方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 其实菲律宾玩这些 古滑招 搞滑招 他真是 挺专业的 玩东西都可以说到 他们的专长项目 不过 都是仅此而异 既可以 在他们的国内 找到一个 让美军进驻的合理化理由 又可以在国际层面上 有了借口给美军进驻 都可以说是一箭双丢 难怪之前菲律宾这么积极 扮演受害者的角色 当然 他还有一个理由就是 他要完成 美国所给到他的任务 之前我们的节目都说了 最好就是利用到菲律宾 引诱中国出手 然后 就来到将整个 已经就快签订的南海行为准则完全破坏 这个 才是他的最终目的 老实说 纵使在美国和菲律宾 不断扯猫尾 切下重重陷阱 看似 很聪明的时间 我们其实就一早已经看穿他的东西 知道他想玩些什么 单凭这一刻 中国海军和中国海警的力量 不是说夸张说句 几个钟头之内 都可以完成 清场行动 将人外焦和附近的倒序收回来 也毫无夸张地说一句 以我们今时的实力 没说人外焦 就算整个南海倒序 整个南海范围 我们也有能力收回来 而且 但是之间的事 不是那么困难 说的是 无需考虑到任何理由 全力去收回来 一个星期内 将南海清场都可以 但是 事情不是那么简单 细事也不会那么简单 毕竟中国不和这些小国 中国是一个大国 是不可以把事情看得那么简单 和众多的轮角 搞得关系那么僵 并且还有一个美国在背后 不断煽风点火 所以 整个南海的局势 才会变得異常复杂 不断有新的事情发生 我们必须要在这场博弈里 如你薄冰 捉好每一步的棋 透过每一次的小胜利 才能够 最终 对到整个南海的和平 将域外的英美西方势力赶走 来作出最后的胜利 当然如果我们忍有到这些小国 忍不住对我们 作出过击的行为 甚至乎 是开火 先攻击我们的话 那就更正中我们下怀 因此 在南海 这一个地方 长期的部署和斗争 在短暂的时间来说 这个态势 都是不会改变的 而大家也不需要担心 时间 是在我们这一边 因为现在来说 事实上我们的海军和海军的实力 都有着 几何级数的上升 上升态势 去到今天 都依然没有改变 并不是说 我们现在的海军和海军的实力不够 而是去到有一天 我们的海军 它的实力 是能够点压到 其余域外的势力 美日澳三军加上联合的实力 到我们 足够强大到 能够点压到这些域外势力以后 他们三个加上都不是我们的对手的时间 到时 形势就会不同了 如果说到来 实现到这个目标的话 就不是靠口说的 我们真是 一步一步地踏实去做 例如是 我未来以下要介绍的 最近就有我们新型的护卫男的诞生 这个新闻 都引来 全网的空洞 没错了 我们所说的就是 新型解放军的护卫男 在千呼万唤 此出来的情形下 我自己就足足等了十年 终于看到他的真身 说的就是这一首 新型的 外界称之为 054B型的护卫男 关于这一款的蓝色的诞生 的确是传闻传了很久 终于都被我们看到他的真身 扎幻看这一首054B型的护卫男的外表相当之简洁 非常漂亮 原本来说 拥有到这一手这么漂亮的军舰 可以大量制造量产 的情形下 很应该是值得我们开心 但是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们近期的胃口都大了 随着 中国海军不断有新型舰尺的入役 以及以下饺子的速度不断诞生的时间 因为我们都等了这首护卫男这么久 所以 很多人 在之前的期望 都实在是太高 竟然在这首蓝色诞生之后 惹来的 是不满意多于满意 为什么会这样 原因就是 很多人都搞错了 我们中国对护卫男的定位 和传统的 主力驱逐男之间的定位 是有所不同的 他们当了这一手054B型的护卫男 是一手 主力男的去看 所以 惹来 所谓的失望 之所以在这首054B型 的真身都出现在我们面前 差不多10日的时间我们先走来说 原因就是 到现时为止 还没有一些 从高空拍摄 这首蓝色的 一些相片给我们看到 本身我们就想等着有这些相片看到 才去到 在更加了解的情况下 才开这个话题 但是看来 大家都担不及 所以我们在这里 就预先说一说我们的看法 关于那些 期望过高的朋友 有些人就会说到 这一手054B型的造型 不是跟法国的那一手 阿斯坦级护卫男一模一样 但法国的阿斯坦级护卫男 已经诞生了超过10年的时间 这就证明到 法国的军舰领先中国十几年 有人就会有这样的说法 也都会有人对到 054B型新型的护卫舰上的 一些主炮和武器系统感到失望 因为他们都认为到 这些 在054B型所出现的 武器系统 都是从其他军舰上搬过来 意思不是真的照搬的意思 是说到在技术性来说 是用着一模一样的武器的意思 例如是什么 例如就是说到 好像这一手那么漂亮的054B型护卫男 它上面的主崖杆 作出隐身化的设计 以及在它蓝脊上面的 双波段雷达 其实这些技术都是来自于 万吨级的055型驱逐蓝 里面的成熟技术 这些综合一体化的设计 看起来非常简洁 但是 都是他们见过的 一些技术 就觉得没什么新意 其实 事情又哪有那么简单 例如这一手054B型 所安装到的 主雷达系统 没错 它的确是曾经出现了在055型 万吨级大区上面的双波段雷达 不过 与我们解放军的主力驱逐蓝相比 护卫蓝就是护卫蓝 要做回双营的工作 毕竟当似是第一级 所以我们可以见到 在这艘蓝箱上所安装到的雷达 与我们解放军的主力舰是不同的 并没有装到 传统的四边型 大型的双控阵雷达 而只不过在顶头上 是装了 最新型 双面向的 双控阵雷达的组件 而在蓝方后身 综合一体化的鞋杆里面 也有 另外一个波段的双控阵雷达 因此就做到 整首蓝箱里面 有两个不同波段的雷达 就是我们俗称的 双面向雷达 前头在顶 懂得转的那个 就是S波段的雷达 它是负责 大范围的预警之用 而蓝身后面 综合一体化的鞋杆设计里面 其实就是随着 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另一个波段的雷达 X波段雷达 这个雷达主要是针对着 中近距离的小型目标 整首护卫艦 简单说 就是一手 简化版的盾舰 和我们的主力舰不同 它是一手简化版 如果再仔细观察一下 就可以发现到 它部份的通讯模组 其实 跟我们的零五十五营万吨级大型驱逐舰 完全是一样 这种做法可以说到是 出于成本上 简约上的考虑 在已经得以验证的成熟技术上 照搬过来用 就是我们俗称的拿来主义 实质上来说他并不是完全没有属于自己的新技术 刚才我们所说的 如何将他成为简化版的盾栏 其实都是属于新技术的一种 而第二点 令到有些军迷们不太满意的就是 例如在近防的武器系统方面 他们有感到不满意 因为 在这首054B型的护卫栏上面 栏手上方 安装了一门 我们俗称为1130型的近防快炮 这款近防快炮 亦都出现在 类似是我们0512D型的驱逐栏上面 055万吨级驱逐栏也有 而且在栏手上还安装了一门 100毫米的主炮 因此军迷门又有可能不满 因为现在主力的驱逐栏上面所安装到的 就是130毫米的主炮 他们觉得火力不够强 而且 在054B型 蓝席的后方直升机库上面 所挂载着的红旗10型近防导弹 亦都是 近年经常见到的装备 就认为 没有任何惊喜 再说 虽然这次054B型的蓝席 比起他的前辈 054A型的护卫舰 排水量就由4000多吨 一举就上升到 大概去到6000吨或者6000吨出头 虽然蓝席是放大了那么多 但是他主要的 一些武器装备 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 那些之外 例如是防空的武器 反舰的导弹 以及反潜的 一些武器系统 他的水平 依然大概是跟他的前辈 054A型所使用到的 都是类似的 而且 虽然现在还没有一些空拍照 没有一些从空中 上面拍的照 但是依照估计 054B型的 垂直发射单元 很有可能 都依然是跟他的前辈 054A型一样 是维持在32个垂直发射单元左右 这一点也都令到部分的军迷们相当不满意 就认为 起码都要加到48个 而且 由于还没有空拍照的关系 所以暂时来说 都依然未能够断定 新型054B型 胡惠南 他的垂直发射单元 究竟是 跟我们的主力驱逐南 所配备到的 大口径 850毫米的 大型垂直发射系统 还是 继续是沿用着 他的前辈 054A型上的 小型垂直发射系统 也就是650毫米 的小垂法 暂时来说 都是各执一辞 若然 使用到小垂法 军迷们就更加不满意 因为 054B型的排水量都增加了千多吨 为什么还用着 和他的前辈相同的武器装备 就惹来这样的不满 其实 之所以有这样的不满 就正如我 刚刚所说的 他们是混淆了 护卫艦 和驱逐艦的定位 我们中国军舰 现在 的数量都足够多 而且在未来 数量只会更加多 所以 在我们 目标方向是要建造 庞大的艰队的时间 自然 蓝席与蓝席之间的分工 和定位 是有着清晰的标准的 我们是不需要搞 重火力型的 互为蓝席 在一些小型或者中型的国家 最典型的 就是欧洲的那些中小国 由于他们的蓝席规模有限 资金也有限 所以 往往来说 他们都会搞一些 这些重火力型的护卫艦 来充当到他们海军里面 主力蓝席去使用 因此 欧洲海军里面的护卫艦 有很多 它的排水量甚至乎 是可以去到 6000尾乘7000吨 这样的新版 但是这样的吨位 都只不过是叫做护卫艦 而且 在他们的这些护卫艦上面 还放到 有多少武器装备就多少武器装备 有多少先进的雷达就放多少先进的雷达 其实一点都不像一艘 我们定义的护卫艦 反而是像一艘主力的驱逐艦 比较多一些 好像这些的欧洲中小国 一般来说 有两艘的重火力 护卫艦 就已经很满足了 多则的话可能有四艘的重火力型护卫艦 就是去海军的全部家当 而我们中国 情况和这些国家不同 我们对于护卫艦的定义 就是一手 主力是要 融入到 我们未来的航空母舰偏队里面 作为一个前哨 来专职 反潜艇 或者担任部分防空 作为前哨的工作 角色和定位 根本和这些欧洲中小型国家 作为主力舰使用 是完全不同的 因此 我们054B型 第一他最主要的 就是要做好他 身为反潜艦的这个角色 这个也是 传统护卫艦的 最主要工作 所以我们只会是将 装备 和钱 主力花在 这些 这样的工作上 之所以054B型的排水量 比起他的前辈 054A型的排水量有所增加 差不多1500吨 主要不是用来强化他的武器装备 而是体源于 四个以下的作用 第一 由于054B型护卫艦 他会伴随着我们 未来的航空母舰偏队 作为 软阳的护卫艦使用 所以他必须要配备有更强大的雷达和电子系统 以提高到他 作为前哨单舰的探测能力 电子对抗的能力 和和舰队之间的联络 作出整个体系化作战能力的提升 以预留 这些升级位置 这些以上说到的东西都并不是 可以单重 他的主炮多少毫米 究竟有多少垂直发射系统 这么简单他会看到 他的分别 尤其是当一些 电子对抗系统 电子装备 或者是 在蓝颗内部 更加大型的 反潜艇作战指挥室 以及指挥锁 这些全部都不是我们单凭可以 在蓝颗的外表上看得到 所以 零五十四B型护卫栏增加排水量 大幅度 加大船身的其中一个 主要的作用 就是看完这一点 而第二 这个就可以从肉眼上看到 零五十四B型 相比前辈零五十四A型 他的直升机甲板的长度和面积 亦都是 比起他的前辈有所 大大提高 他直升机甲板的面积 很明显 长了很多 完全是为了 我们新型的直20反潜直升机 上到这艘船作出准备 以往的零五十四A型 是不能够配备到 直20反潜直升机 原因就是 他的直升机甲板实在太小了 因为我们这艘最新型的护卫栏 他的主力任务就是要配合到整个航空母舰战斗群的前哨反潜工作 所以加大的舰身 亦都是为了配备 更加先进的直20反潜直升机上到这艘船作出准备 而去到加大 这个就是第二点 第三点 增加到 由原先零五十四A型 更加大的体量 就是为了 搭載更加多的燃料 以及 及弹药库存 以及增加 舰方 前手舰炮的口径而切 因为零五十四B型 未来的角色 就要在软阳作战 为了提高他的航程 和作战的能力 加大滥生 增加燃料灾载量 以及武器以及导弹的载弹量 亦都是 加大滥生的重要原因 而第四点 加大滥生的原因就是 这个原因我都听闻了很久 就是 在零五十四A型的那个年代来说 很多的海军官兵都直接反映到 南上面的空间 只能够勉强 去适应 远海的航程 和作战 因此在未来必需要 去到改善 扩大南上面的空间 来适应 远洋作战 官兵们的生活环境所需 也就是 让南上面有更加大的空间 来给官兵们 作为长时间的部署 提升这个舒适性 以上 所说到的 都是跟 这艘南上面 的火力提升完全无关 但是 就跟远洋作战 有着息息相关 关键性的问题 所在的地方 这些东西看似不是那么紧要 实质上来说 才是一手 合格的远洋作战船 所达到的关键标准 虽然这些东西听起来一点都不刺激 但是我们解放军 是一支务实的军队 并不是一支 为了 吸引眼球 或者是做一些假大空工程的 面子性军队 我们并不是行这一套 再加上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 就是 省钱这两个字 由于护卫南 在我们解放军的眼中 难听些说句 就是 所谓的哨兵 前哨兰 或者叫做 打杂蓝 来到他这样形容 因此 他未来的建造数量 是会比较多 三四十手都走不掉 要建造这么大规模的蓝席 成本控制 是十分之重要的 他的智性之道 就在于 大批量的建造 数量越多越好 来到相对在 我们经常说的性价比里面 赢得最佳的平衡 就是他的智性关键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 这首054B型的新型护卫舰 和我们刚出口道比 巴基斯坦的054A型的改进版 054AP型相比 其实那些武器系统 都真的差不多 除了排水量 和我们这首新舰 并拥有到一体化 的危干设计之外 基本上武器系统都没什么分别 就是体现了 省钱这两个字 我们解放军的情况 就有点不同 因为我们所面对的外部势力的压力 实在太大了 在任何的方向上 我们必须要保持对外军 要有优势 就必须要做定一个心理准备 因为敌人不会只得一个很简单 而很有可能 好像我们刚才所说的 的一个例子 菲律宾也懂得 澳洲 日本 和美国 的军艦 一起 在背后胡架撫威 所以我们 要预设 我们所面临的 是一枝 来自于 数个甚至乎 十几个国家 加起的联合舰 我们的敌人是这种类型 所以我们在数量上必须要够多 在保持到纳粹基本先进的情形下 数量的优势体现必须要顶得住 这些西方世界的联合纳队 这样才行 再说这一艘军舰的装备 即使是他的武器装备 不是不先进的 都是先进的 都是跻身于世界一流的水平 去到某些国家来说甚至可以充当到主力纳粹使用 这个说法也是不为过的 这样在平衡到 价格和建造数量 可以大量建造 这两者之间 我们其实是拿到一个非常漂亮的平衡点 没有一个国家 是可以将无限的金钱投入到他的军队身上 美国就是一个 反面的教材 好像在 他最新营 和我们解放军这一艘054B型护卫舰 同等定位的 一个美国新式的 护卫舰建造计划 星座级护卫舰 对比我们的054B型来说 他都可以说是 多失败 为什么这么说 星座级在美国人的心目中 就是未来几年将会兴建的护卫舰 定位和我们一样 都是一艘勤务舰 打杂舰舰舰 由于美国现在来说 除了昂贵的神盾级驱逐舰以外 就没有任何护卫舰的服役 所以即使 财大气粗 投论到大量军费的美军 都是吃不消 一艘平价 性能有所适当下降的护卫舰 对于他们来说 都是非常必要的 问题就在于 美国并没有我们的成本优势 星座级护卫舰 除了他的设计 吹向于保守 在他的设计上完全是缺乏 好像我们054B形 那么漂亮的隐形化设计 他的上层建筑依然是杂乱无章 绝对没有 好像我们那么漂亮的 一体化隐形式鸡杆 而取而代之的 还是那些传统的 浪三甲式 传统鸡杆 他和我们的054B形 一样都是拥有32发的垂直发射系统 亦都重新出现到 一些新式的反栏导弹 基本来说 他的武器装备和我们的 都是差不多 都是一些 已经经过验证的成熟产品 但是我们一手的054B形 的护卫舰的造价 大概 就是15至19亿人民币一手 对于一手先进的舰艇来说 这个价钱已经很便宜了 我们建20艘的054B形护卫舰的总价 只是相等于 现时美军主力的 阿里帕克级神盾级驱逐舰 我们建20艘 才等于三艘的神盾级驱逐舰 但是星座级就不同 虽然美国人 都开始学会省钱 但是他这一手打杂式的 星座级护卫舰 做一手 都要高达 16亿美元 我们一手就19亿人民币 他一手就16亿美元 大家都是护卫舰 大家都是前哨和打杂 这样的角色 但是价钱就差很远 他建一手的星座级护卫舰 我们可以建到6至7手的054B形护卫舰 而且他这手星座级护卫舰 还要去到2026年才的民势 我们已经民势了 所以我们是能够掌握到那个痛点 就是比军舰数量和先进性来说 论性价比 我们一定优秀过 西方世界和美军 所以我们未来 只要装备数量够多 就能够对他们西方世界 打算用 联合舰队式的形式对我们作出展压 我们就可以予以反击 因为说到尾 你联合这么多 都不够我们的数量多 而最后一点 054B形 最核心的亮点 其实 就是他的 全电推进系统 这个是一个 所有现役的解放军主力的纳赫 都没有拥有的系统 054B形之所以 好像我片头说 等了他10年才出生 很有可能 就是因为 在这个全电推进系统上 所得到的功夫 是比较多 因此才推迟了 054B形护卫栏的出生 而有了全电推进系统的 054B形护卫栏 就可以为他 专业反潜的工作 去到更上一层楼 关于054B形护卫栏要说的 可能今集都说不完 往后 也可以在直播的时间里再提及 总而言之 一手护卫栏就是护卫栏 我们不需要对他有 太大的火力期望 一手又便宜又好用 的软洋作战 在全世界的范围来说 也是 只有054B形 新式的护卫栏 这一款 他做到最美的性价比 最漂亮的外形 其实可能 我们的军迷门朋友 近期还坏了 054B形 放刀去 哪一个国家的海军 包括美国海军在内 都是流口水的装备 我们这些 叫做福气 亦是见证着 中国造船 军工实力的体现 希望大家 学会如何珍惜 接着回来我们就说一下 最近我们香港有一个媒体 受到邀请 去了一个外访团 来到採访 这个外访团的行程当中 非常之多限制 虽然邀请的对象 是媒体 但是那些媒体的记者 是不可以自由的拍摄 接近和拍摄 还有 随身的物品 不可以有手提电话 电脑 都是不可以带这些物品 去行程当中 而且整个过程里面 拍摄到的影片 照片 而且整个行程当中 所以拍摄到的照片 影片 一定要经过有关人员的审查 才可以放行 这个团的自由程度 可以说得上是 亨给西方世界口中的 朝鲜旅行团 甚至乎比朝鲜旅行团 更加是限制自由 这个访问团 究竟是去哪里呢 就是去日本福岛 参观核电厂的核设施 其实这个团 之所以日本方面 邀请各地的媒体过去 主要都是想透过媒体的手笔 寫下那些记者 採访完核设施之后 的一些所见所闻 我们香港有一间英文字头 数字字美的媒体 就受到日本方面的邀请 就参加这个核访问团 不知道他们会不会邀请我们 香港的一些正常媒体 就像大公文汇报 但是在这个访问团出发之前 日本方面 拋出了很多限制 本身一个採访团或者旅行团 出发之前 都会有些说明会 来交代一下 行程是怎样 或者行程当中 有些什么要注意 而这个核访问团 要注意的事项 就非常之多 要限制的事项 也都非常之多 既然日本方面邀请媒体过去 参观他们的核电厂核设施 这个 这个新闻议题 日本排放核污水 是世界的焦点 而且国际之间 一直都在谐责日本方面的透明度是不高的 如果日本是向好的方面去着手的话 应该这个团 去完日本的福岛核电厂之后 是会对福岛核电厂 现在产生的核汇水问题 是会一番的了解 但是日本人偏偏 搞这个团 只不过是装模作样 因为它里面的限制设施 真的非常之多 请记者过去看 但是不让记者自由拍摄和录音 即是说到 就算记者不拍照不拍片 他们日本方面 在进入了核设施之后 会有一些导想团的导想员去带团 但是他们所说的内容 亦都不可以用录音笔录下 而且整个进入核电厂的行程当中 几乎可以说到是不能够带任何的电子设备 只是允许那些外媒 日本眼中的外媒 那些记者是带纸和笔 以及核辐射检测 听到这里有点QK 什么电子设施都不准带 只是带个核辐射检测 会不会 日本人在整个导想团的行程当中 做了手脚 只是导想团的路线 可能会被一些仪器或者设施 去到干扰 让它录不到一些辐射的浓度超高 如果是这样 那些记者进入去 又没有那些手提电话 或者是摄录机 去到影低周边的环境 只有指和笔 好容易被那个 辐射 好容易被那个核辐射检测 只是这样的行程安排 这么容易做到手脚 我们都想到了 而在这个团里 它也不是完全限制人家拍摄 只不过 每一个媒体会派出 拍摄代表 这个拍摄代表 要预先 跟日本方面说明 我这次 就派了AB军 两位记者过来 就是A军负责拍摄 整个行程 只能由A军负责拍摄 而允许 拍摄的那位媒体代表 也不要想着 拍摄完的东西 就可以随便拿走 所有的拍摄器材 都要经过日本方面 去到细心检查 检查它里面的素材 即你拍摄到的照片 或者是片 看看你会不会暴露了他们 福岛核电厂 一些不可告知的秘密 就不知道这些安排 究竟是东电的安排 还是日本政府 遥控东电 去做这件事 因为那个福岛核电厂 就是属于东电管理的 但在整个排核污水的事件当中 我们是见到日本政府的参与度 是非常之高的 而整个访问团里面 所有的记者团友 都要坐上东电所安排到的专车 到达核电厂里面 东电也会派发一些防护的物品 例如一些背心眼罩头罩 或者遮住口罩 而访问团参观到的福岛核电厂的范围 是包括什么设施呢 就是有输送污水的管道 和远程控制中心 就是这两个 那些输送污水的管道 究竟是不是真真正正输送 核污水的那条管道 就不得而知 说不定在行程当中 东电也是拨了一片空地出来 建两条水管给记者看看 他们手上 就有那个辐射检测仪 他们有指和笔 检测之后 就用指笔记下 没问题 那些辐射没有超标 转过头 就走了 这些东西 不用我们教 不排除 东电的负责人 是这样说的 而记者进入去之后 也无法用手提电话来定位 自己所在的位置 看看是福岛核电厂里面的哪一个位置 所以这个鸭仔团 这样的参观行程 这样的参观规矩 真的分分钟 记者所见到的所有东西 都可能是东电造假 而且一个淨法核污水里面 有一个很重要的系统 叫做ALPS 这个系统所在的地方 就不包括在今次的鸭仔团 记者所参观的地方之中 既然日本人 让记者去参观一些 输送核污水的水管 其实外界最担心的 不是你输送核污水出来的 程序 是最担心你怎样去淨化核污水 因为你输送出来的核污水 我们知道是一定有问题的 这一点都不用问贵 但是记者 就想靠近ALPS 建筑物 去做一做报道 但是随即就被东电方面的工作人员 拦截了 禁止他在那里做访问 采访和拍摄 而且福岛核电厂里面 有几座的反应堆 还未报废 不过那些记者 就不获安排 接近那些反应堆 但是 刚才所说 他们手中 有一个 复射检测仪 那个复射检测仪 是检测到 靠近那些核反应堆 都不用连到很近 都检测到一些 复射的存在 而且东电方面 虽然都是有安排到 记者去海边 去看一看 海是怎样的 可能给他们 欣赏一下 这个就是排了 核污水下去的海 大家看一下 多干净 可能日本仔 想营造一个这样的气氛 但是 虽然说 记者可以去到海边 但是记者们 是参观不了 经过处理的核污水 去到排海的一些设备 以及 排海的位置 都不知道在哪里 整个行程就很古怪 这样又禁 那样又禁 又带记者 去看完 九不八的地方 最重要的地方 又不让记者去靠近 那些记者 不是傻的 就算 一些不良的媒体的记者 他们都是平时扮傻 但是基本的思考 他们也是有的 所以这个团里面 就有很多记者去追问 日本方面 喂搞错呀 为什么这么多地方 就不让我们去拍摄 还有 你们说拍到那些 违禁的素材 即是若然 拍摄到一些照片 是涉及到 他们不喜欢的照片 又要删除 为什么要删除 但是日本东电 那方面的工作人员 就是这样说的 他就说到 在我们这个核设施 的范围里面 就有很多的围栏 和那些闭路电视 根据我们核电厂的一些指引 我们是不可以暴露这些装置 有一方面 我们是出于 反恐的考量 另一方面 就要防范一些 放射性的危害 当个格子这样说完之后 有些记者 就即场拖头 你说太多那些闭路电视 不可以拍摄 又说要防范一些 放射性的危害 将两件事串在一起的时候 日本那方面 是不是想说 你这些闭路电视 是可以防范那些 放射性的危害 真是听都没听过 其实日本东电方面 他们都是 敷衍了事 对于那些记者的提问 因为根本他们就没想过 要诚心开放一些核设施 或者是地方 去真真正正的 去给一些记者去报道 因为他们可能怕 大家看到这样的采访团 为什么你们西方世界 以美国为首的国家 真的从来没有废过日本 是压杀这个新闻自由的 他们就经常说 朝鲜很封闭 去旅行有诸多祭肘 但是我们从网络上的影片 可以见到 很多人去完朝鲜回来 都可以拍到一些影片和照片 而他们拍到这些东西 仍然可以离开朝鲜 这次去日本福岛核电厂参观的那帮记者 所有的照片影片带回来 或者说是带出福岛核电厂 都必定要经过日本人 细心的检查 是绝无流氓之余 无一张照片或者无一条片 是他们不想你拍到而流出来的 相比之下 日本政府或者日本东电的做法 比起朝鲜是过之而无不及 封锁程度还要几倍 而日本政府 现在逼着要做这些东西 虽然 我们一看下去就知道是假 但他们的想法是什么呢 就算是假 都要做的 不是怎样掩住世人的嘴 如果日本人真真正正 不是身有史的话 你真是所有排污的设施 那些标准 都不会超高的话 若然你真是这么有自信 你应该邀请各国的核专家 再搞多一次 去你福岛核电厂的参观团 而好像这班记者去的这个参观团的所有限制 真真正正的撤销了 就好像当年 你们日本人在二战里面打败仗 美国人 要在你们日本的土地上去驻军 美国的军人 美国的大兵踏上你们 日本的土地 他们要去了解你有多少军备 不是你搞个道想团给他们去参观 如果日本人真是想国际之间 去停止对你们排核污水的指责 不是要搞这些公关动作 而是停止排放核污水 然后开放你们所有的福岛核电厂的设施 去到被人检查 这样才是王道 在节目完结之前 现在就由我格仔来介绍一下 这次为期十三天的 新潮民云南养生之类的行程 首先我们就会由香港出发 经深圳湾 乘坐我们的包车 前往深圳的保安机场 在坐两个多钟头飞机以后 就会抵达 云南的首款昆明 到复了以后 我们就会即晚 去感受一下昆明市 繁华的一面 为到我们的旅程 热一热身 去到当地著名的 南平步行街 购买完之后 晚上 再设一个丰富的晚餐 然后为到 旅程一开始 做好准备 去到第二天的时间 就会由昆明 乘搭高铁 来到 著名的丽岗 当地有一个 叫做虎跳峡的 世界著名景区 它是以 极大的落差 而闻名于全世界 虎跳峡分上中下三段 之所以它那么出名 就是因为 峡谷中间 就是 长江的上游 金沙江 而两岸 就是玉龙和哈巴两大雪山 所以 当长江水 冲到这两大座山中间的时间 就会形成了一个急转弯 加上 江面最窄处 只有二三十米 在这么大的落差 和这么窄的环境下 就会造成 江水崩騰洪涌 在虎跳峡两岸 安全地欣赏到 这个长江第一弯 以及附近的景区景色 就是我们第二天的行程 到了第三天 我们就会去到 玉龙雪山的景区 由于这次有一次养生之旅 所以我们就并不会 爬到这么高的地方 赶到这个时间 参观玉龙雪山景区的云忏平 就适合我们了 它的海拔不算太高 但依然 可以在云忏平里面 欣赏到整个玉龙雪山景区的景色 再加上在附近 拥有到玉龙雪山的 雪水所溶化到的 南越谷 池水清澈见底 而且带有一股梦幻般的蓝色 是非常震撼的眼球 在它的附近 也有东方棉花堡之称的 白水台 看过白水台的朋友 从此就不需要远辐欧洲土耳其 来欣赏 类似的地貌 因为我们 中国的这个白水台 比土耳其棉花堡 更加有个之而无不及的漂亮 之后呢 我们也会去到金海子 还有如果大家有留意我们的影片的话 经常都会看到背景 是熟口熟面的 这个我们新潮民经常都用到的背景 就是这个黑龙潭公园 这次我们也会去到当地参观 比得我们经常拿来做背景 当然 它的景色是有那么漂亮 所以我们才会采用 之后 去到第三天麗光的晚上 我们就会欣赏到 这个麗光千古城的大型歌舞表演 有别于一般的大型歌舞表演 它是将高科技手段融合在 现代以及 传统一新的歌舞剧里面 透过这样的形式 来表达到 麗光千年的历史和传说 就对了 很多的观众反映到 都是非常精彩的 去到第四天 我们继续会留在麗光 因为景点多到玩都玩不完的关系 第四天的早上 我们就会来到 休闲的麗光古城 的南部 来参观 历代麗光 牧师吐司的府邸 这座府邸 亦称为木府 由于它是 古城里面的地标 所以还吸引了很多 电视和影视作品在这里取景 例如有 电视剧《木府风云》 以及《前王》 的剧组前来拍摄 之后我们就会转移到 古城的另一方 到四方街 让大家感受一下 麗光古城的闹市 这里曾经是 茶马古道上的交易中心 在明清时期 已经是云南商贸的书楼 说到这里 都是第四天的热身行程 因为我们将会去到 比起繁华的麗光古城中心里面 更加铁静的 蓄河古镇 有朋友说蓄河古镇 仿余 好像十年前 还没有那么多人前往的麗光 比较清幽 和可以更加接触到 古代的气氛 但不要以为这样就完结 因为我们就将会去到 另一个古镇 白沙古镇 白沙古镇就位于麗光城的北边 相比起上来 还有更多朋友就说到 白沙古镇 是仿余20多年前的麗光一般 所保留到的古色古香风貌 空气和环境 是保留得更加原汁原味 当然我们也要去到这里 然后去到行程的第五天 我们在玩完三天麗光 住了三天同一晚的酒店之后 就会转移到 云南另一个非常出名的地方 就是大理 来到大理 当然 就要去看一看 背靠蒼山 面临耳海 大理的地标象征 也是拥有到千年历史 在当地非常宏伟的建筑物之一 崇圣寺三塔文化旅游区 在这里我们就会乘坐索道 也就是蓝车 来到前往 青碧溪 蒼山大峡谷 来到欣赏中国最大的 象棋旗盘 撫养耳海 和崇圣寺三塔 整个环境 非常美不声秀 然后第六天 我们也会 继续在大理 要深入认识大理 当然要去到大理的博物馆 在大理博物馆我们就能够看到 当年的大理国 里面的一段历史 和欣赏到很多大理国的文物 之后我们就会去到商郎古镇 来拍几张照 古镇里面充满着历史文艺 以及清新的气色 加上 背靠耳海 环境 十分美丽 然后我们就会去到大理的张家花园 来欣赏 这个继承了白族民居特色 既细致又精美 这个建筑物 还可以欣赏到当地的民族节目 去到一边品查 一边看表演 然后我们就会去到大理古城 去看看这个位于仓山脚下 风景秀丽 昔日 古代南照国 以及大理国的都城 在古城里面分布了 十四处市级 或者以上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也都承继着大理的文化 宗教 以及民族文化 我们当然不可以不去这里 然后我们就来到行程的第七日 就会由 住了两天的大理 出发到 我国三大地热区之一的腾冲 来探世界 不说不知道 其实我们 中国的 地月温泉的资源 也是相当之丰富的 腾冲身为 我们中国三大地月区之一 所拥有 位于该区的温泉 就有八十多个 它的废泉 是遍布 整个腾冲各地 有一宏热海之清 其景观 和水温 也是全国罕见 由于腾冲占到我们中国 已知的温泉数量 差不多四分之一 当然我们 是要集中火力 来感受一下 一到达腾冲的时间 我们就来到参观 当地非常出名的 腾冲火山热海景区 这里是一个国家5A 最顶级的景区 之后 当然不是只看 我们还要感受 我们就会去到当地的一个 最豪华的五星级温泉 腾冲的 和顺泊联温泉 那里浸温泉 如果大家 只是曾经去过 类似日本 等等的这些地方浸温泉 那就一定要试下 属于我们中国人的温泉 究竟是怎样的 当中的质量 绝对是值得我们 自豪和光荣 属于我们中国人的温泉 绝对不比日本那些 在浸完温泉 吃完牛肉火锅当晚 一觉醒来 去到第八天 我们就会出发到 去参观汪市的 猛换大金塔 由于这个地方 已经是 差不多去到 中国与缅甸之间的边界 所以当地的建筑物 也很有 东南亚的色彩 以猛换大金塔去计 它是属于 我们中国其中的小数民族 大族 所设计的皇宫 建筑风格 猛换大金塔 它的外表金刚闪闪 宏伟高大 是当地汪市的标志性建筑 也是当地 带族人民的圣地 而与之对比的 有金当然有银 在它旁边 也有猛换银塔 当中这座银塔 是以纯白为基调的 有很多人就形容到 猛换银塔 直接看起来 好像假的一样 拍照 是特别出众的 两座塔 一座金 一座银 在色彩上 形成鲜明的对比 在来到接近东南亚的地方 当然 也要去到当地的 猛巴拿西 珍奇园 来到见识一下 全国小见的大量古树木 以及世界罕见的 植化木浴石 它在这个奇珍园里面 所展出的 就有四个大字 稀奇古怪 而去到堪称的 亚热带植物 当中这里的古树 很多 都有超过过百年的历史 而有五百年历史以上的古树 也是多不声嫂 绝对值得来参观 之后由于我们这么近到中缅的边境 我们当然 要去到中缅的口岸 也就是 著名的中缅一条街 在这里 已经接近出到我们中国的国家门口 用眼睛一看 就可以看到 对面的缅甸 当然 我们不会走过缅甸 然后 也会去到 著名的一寨两国 这个一寨两国顾名思义就是 位于中缅 边境之间的 一座中缅边随小镇 我们就位于中国的那一侧 来参观 在这里应该就是来缅甸最近的 中国地方 来感受一下 当地 大族和 警婆族的风土人情 也是非常值得一去 尤其是 那里所拍出来的相片 非常漂亮 之后我们就会回到 藤冲那里 因为 我们在藤冲 会连住三天 所住到的 当然都是 藤冲著名的温泉酒店 不过探还探 我们去到第九日 在前一晚浸完温泉 早上吃完早餐之后 就会来到 田西抗战纪念馆 然后开始我们第九日的行程 由于云南的西部 是当年 我们中国抗战 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好著名的 缅甸至云南的补给线 亦都是 非常之近 我们这次要去的这个地方 田西抗战纪念馆所展示的 包含到 抗战后方 遇敌前线 以及路纲对峙等等的部分 展品就是以 抗战的实物为主 包括图片 文字 以及影像的资料 去到今时今日 我们绝对要 无忘历史 看完之后 亦都会令到我们 感到十分震撼 在参观园 田西抗战纪念馆 当然就要去到他隔离的 国伤墓园那里 去到向墓园里面 所长眠着 当年抗日的 阮征军的几千个英灵 这里 是为了纪念 中国阮征军 第20集团军 所阻亡的将士 而修建而成 亦都是全国有名的 抗日烈士灵园 再之后 我们就会去到和顺古镇 和顺古镇 是茶马古道的重镇 亦都是 西南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 去环山而建 我们当然不能错过 之后的那个景点 就是专为到 11月和12月出发的朋友 你们幸好 因为 季节適合 所说到的这个景点 就是 每逢在今秋时份 就会变到 金光灿烂的 世界一般的银行村 在11月这个时间 银行村 他就会变到 在我们的视野范围里面 全部都是金黄色 这种斯晴华尔般的感觉 是绝对值得我们感受的 其后 我们就会再去到 腾冲当地 另一个著名的 五星级温泉 来浸温泉 来得腾冲 当然 是要享受 去那些 最顶级 最正的温泉 我们就会去到月庄温泉 又或者是荷花温泉 这些当地著名的五星级温泉 去感受属于我们中国 大地大比道的我们的礼物 然后就去到 第十天的旅程 在连住三日 腾冲的温泉酒店之后 我们既可以 在外面 浸一些五星级温泉 又可以回到酒店住的时间 浸到酒店里面的温泉 这么炭之后 都很不舍得离开 但是第十天 我们就会由 腾冲这个温泉之乡 就会去到宝山市那边 来再搭列车前往昆明 回到昆明 从前来说 我们绝对不可以选择这条路线 因为 要由腾冲去宝山 再回到昆明 最近都只有唯有去 大理那里 搭列车回到昆明 但现在已经不同了 由于中国和缅甸 的大通道建设 高铁获得重大的进展 因此 宝山至昆明段 的高铁 就在前一年 正式 就来到建造完成 这一段 亦都是中缅铁路里面的其中一段 大理至宝山段 我们现在 就新鲜滚热 在中缅铁路这一段 其中一段落成的时间 我们就有机会感受到 位于邻国和我们中国接让 的高铁列车服务 究竟是怎样 也就是说 我们是 可以回到昆明的这段落里面 感受一下 中缅铁路的其中一段 而回到昆明的时间 我们也会去到昆明老街 昆明老街的建筑群里面 比较古老的 也有成九八年的历史 在这些建筑里面 都承载着昆明这座城市 大量的记忆和故事 作为昆明的首府昆明 我们当然不可以只当去一个中途站 或者一个转驳站 有别于一些 传统的玩法 我们当然是要深度了解到 昆明 美丽和历史的一面 而去到第十一日 如果我们要深入认识和了解到昆南 这个这么特别的地方 当然 我们首选的 就会去到 昆南的博物馆 昆南博物馆作为 一个省级博物馆 它里面的藏管展品 既有规模级数 又有当地云南的特色 是其他博物馆 所看不到的 如果要了解整个云南的历史 和珍藏 来到云南博物馆就对了 再之后 我们就会去到 中国近代史上 其中一所著名的军事院校 陆军港武堂参观 陆军港武堂 原本就是清朝 为了编练新式陆军 加强边防而设的一所军事学校 后到尾 就和 位于天津的港武堂 凤天的港武堂 并称为 中国三大港武堂 之后 我们就会去到 昆明市内著名的翠湖公园 由于我们出发的日期是 11月 以及12月 这个时间 所以我们就幸运了 除了刚才说到 看到银行村里面 金光闪闪之外 另一个当造的时间 就是因为 在昆明市内 有大量 来自于西伯利亚的海料 为了避过这个炎寒 就会来到春城这里 来到它避寒 因此 当我们去到 有春城之称的昆明 这些这么美的公园的时间 都会有 大量的海料 聚集的情形 不让我们去到看到的 当你随手准备一些 面包碎 干粮 随手向天空 一辉的时间 就会可以惹来 海料的夺食 大家也不妨 去到云南的这些公园 去到海料都还可以 加上当地 这些公园的风景 十分漂亮 绝对可以拍得出一张 你心目中想要的美照 之后来到行程的第12日 既然亲近的动物的话 倒不如 去到著名的昆明动物园 那里参观更好 昆明动物园出名 是一个体验相当好的动物园 全国都文明 在里面 就有 云南的 野生亚洲象 当然也不少 作为镇馆之宝的 大红猫 在园内 各式其式的动物 都可以 去到近距离 进行互动 甚至触摸 然后 我们也会去到 另一个昆明市内著名的公园 海霸公园 再之后就会感受一下 昆明当地的一个五星级温泉 益豪城堡温泉 来放松一下 感受一下 豪气 因为去到之后的第十三日 我们就准备回香港 不过 在临回去之前第十三日的行程 也都 安排到大家 去到参观全亚洲最大的 花卫交易市场 豆南国际花卫市场 这个 令你瞬间置身于一片花海 有红色 黄色 白色 蓝色紫色各种颜色 包含到玫瑰 香日葵 康乃馨 菊花 等等多种 不同的花 于一身的花卫市场 是全亚洲最大的花卫交易市场 我怕大家去完之后不舍得走 不过都没办法 第十三日 就是我们最后 一日的行程 我们就会由昆明 搭飞机前往深圳 然后 再乘坐我们的包车 经深圳湾 回香港 这样就结束到我们 十三天的行程 在这里需要著名的就是 这个团 是特别适合 年纪比较大的朋友 去到玩的 而且我们 在行程里面所坐的旅游巴 都是我们俗称的 飞机椅旅游巴 在我调校到整个行程的时间 也是 就着年纪 有那么多的朋友 去到量身订造 所以大家会见到 留在同一个地方的日子 会比较久一点 比较慢一点 比较慢一点 轻松一点 有兴趣的朋友 就快点联络 Whatsapp 加852 6828 7447 找潘小姐 报名和查询行程 再说一次 Whatsapp加852 6828 7447 找潘小姐报名和查询行程 一旦决定了 手脚要快 因为我们新潮民 新潮之内 从来报名速度 和满压的速度 都很快 在这里 要说一声不好意思 希望大家 会喜欢我 格仔亲自设计的这个行程 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就来到这里 临结束之前提提大家 今晚 星期二晚就有我们的新潮民直播 时间就是晚上的10点 约定和大家见面 还有的就是分享 赞好留言订阅 新潮民频道 新潮民2.0频道 和我们的Facebook专页 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就来到这里 拜拜